兩點鐘一到 小巴 小客車 還有遊覽車一台接一台通過路面 一旁還有民眾徒步走進來 機動朝進公園入口處在三號下午 發生大面積山崩 一度阻斷雙向交通 不過經過工程人員二十四小時 不眠不休的搶通 最後在今天下午兩點鐘 提早開放通行 我們今天所要是把上面的圍石 全部刷坡刷下來 然後我們也藉由一些團隊 來協助我們勘察 是不是目前的坡面是穩定的 那另外我們也用混泥土方塊 來做三層的堆疊來進行防護 雖然是開放通行 但一旁還是有混泥土 礦害護欄做初步防護 不過才發生攤方 公務段表示在道路前後兩端 都有設置警戒跟監看人員 透過二十四小時觀察邊坡 如果有異狀就會立刻通知 交管人員防止車輛進入危險範圍